各位弟兄姊妹 你們好啊 歡迎你來到這個網上的Zoom的《色經》的直播 我們這次是繼續講到淑寧的恩賜的 我們這段時間都會講到淑寧的恩賜的 我們用的經文仍然是《哥林多前書》12章8節 那裏講到 這人蒙聖靈似他智慧的言語 哪人也蒙這位聖靈似他知識的言語 又有人蒙這位聖靈似他信心 還有人蒙這位聖靈似他醫病的恩賜 又叫一人能行義能 又叫一人能作先知 又叫一人能辨別諸靈 又叫一人能說謊言 又叫一人能翻謊言 我們發覺這裏列出的淑寧恩賜 主要是比較超自然的淑寧恩賜 雖然所有的淑寧恩賜都是超自然 譬如叫人悔改 信主 生命改變都是超自然的 但是在傳統教會來說 他們接受那些 不是全部傳統教會不接受淑寧恩賜的 一些些的 就是超自然的淑寧恩賜 是一些些教會的 但是他們比較會接受呢 就是幫助人悔改信主啊 靈命更新啊 這些恩賜呢 或者行政啊 音樂的恩賜啊 這些呢他們就會比較接受的 但是神跡性的恩賜呢 就是我所說的神跡性的恩賜 他們是沒有那麼接受的 而這一段經文所說的呢 是主要是神跡性的恩賜的 那麼 而保禄是沒有講到什麼時候會停止 就是說這些恩賜是會繼續的 所以呢 這個經文是支持 到今天 還有以後都會有淑寧恩賜的運作 又的而且確是很真實的 就是這些淑寧恩賜都是很真實 在很多人身上運行的 那麼我們這次呢 是繼續講第九節 就是信心 那這裡講信心 那當然所有信主的人都有信心了 那但是 因為呢 他這裡講到特別呢 就是 這人蒙 這位聖靈自他信心 對不起啊 又有一人蒙 這位聖靈自他信心 好 我想大家一齊試試試適經 回應一下這裡了 在這裡 我們怎麼知道這裡不是講到信耶穌的信心 而是講到 而是講到其他的信心的 有沒有人根據這個經文 可以達到這個結論 有沒有人想回應呢 就是這裡所講的不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有的 是講到有些基督徒有的信心的恩賜 在這一句 又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自他信心 我們可以達到一個什麼結論呢 又有一人就是說 有另外一個人又獲得信心的恩賜 那就是說未必是每一個人都有的 嗯 非常好 非常好 那就是 就是這麼簡單了 就是說呢 又有一人蒙聖靈自他信心 蒙這位聖靈自他信心 那就是說有些人沒有 有些人有 那就是說呢 是一個不是講到信耶穌的信心 因為信耶穌的信心 是個個基督徒 個個基督徒都有的 那所以有一人蒙聖靈自他信心 就是指到有些人有的信心 那到底這個信心是什麼呢 那其實是可以任何一方面對神的信心 包括對於神的供應啦 神的能力啦 權命啦 醫病啦 趕鬼啦 憑神即其事啦 這些全部都可以在這個信心的範圍 是總之任何的 除了信心得救這個信心之外呢 其他任何方面的信心 都是可以在這個範圍之內的 就是說能夠相信 神是會凡是掌權 凡是造工 凡是祝福 行奇妙的事 那這個 這個信心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呢 就是我們和神關係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都有很多人跟我聊天的時候 說我現在和神關係又不好了 我現在呢 剛剛有人呢 如果Michelle你可以打電話給她呢 她呢 她就進不了 你幫幫她吧 你看看 剛剛有一個人就進不了 OK OK 好 那我繼續下去 就是呢 嗯 信心 就是在 就是有些人說 啊同神關係好像很難 那樣 好像很難 就是同神關係 最近有少許祈禱啦 好像覺得呢 沒有什麼信心 好似同神關係不好 那 那 或者祈禱不夠 所以呢 同神關係又不好了 那 那我 我想回應呢 其實同神關係很重要 第一個部分 是信心 什麼意思是信心呢 就是說 我一親近神 神就起源 神就回應 這個是聖經回應 聖經講的嘛 我們親近神 神一定親近我們 他說到呢 償在耶穌裡面 耶穌就償在在他裡面 總之我們找他 我們尋求就會尋見 扣門就給我們開門 聖經是很清楚講到呢 就是說 當我們找神的時候 神一定回應的 那 那 所以就算有個人 當然我們鼓勵人 是更多祈禱啦 但有些人呢 就說 我祈禱不夠,所以跟神關係很疏遠 其實這個是信心的問題多於他小祈禱的問題 當然小祈禱是一個問題來的 不過信心是什麼呢? 其實信心不要想到好像很強的信心 我信我一親近神,神就喜悅,神就祝福 就算我是有軟弱 或者甚至人本身有些困難都未曾解決 我們都可以相信當我親近神 我真心悔改,真心親近神 就算親近神的時間不夠多 當然我鼓勵人親近神更多時間 不過有些人做不到更多時間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我跟神關係不好 其實這個問題是信心 他們就覺得我親近神不好,我處理罪處理不了 所以現在神跟我疏遠了 所以我現在感受不到平安了 就是他因為覺得沒有平安了 所以他就覺得神現在跟我的關係不好 所以是很難的,真的要放很多時間才可以親近神的 才可以跟神有好的關係 這一點我想更正一下 其實任何時間,當我們真心來到神面前 神啊你幫我啦,神啊你憐憫我啦,幫助我啦 神是一定歡喜的,神一定回應的 那即是說一個人,他就算是祈禱笑 他就開始真心說,神啊我需要你,你幫我啦 你幫我怎樣親近神啊 他開始這樣說,神已經起完 神就會親近他和祝福他 但是有些人說那些小祈禱和多祈禱 有個人就是小祈禱,不過他就說真心地跟神說啦 神啊你幫我啦,我跟你關係不好啊,你幫我啦 不過始終他的時間是不多 他親近神時間不多 那跟那些親近神時間多的有什麼分別呢? 那呢就啊 那這一點呢我就想回應了 就是說呢 其實當一個人就算親近神少,神都跟他在一起 他真心悔改信耶穌 他都一定是神跟他在一起的 他只要說耶穌啊我需要你,我感謝你 你幫助我,你臨上我身上幫助我啦 神就回應 那但是他用的時間少,有什麼分別呢? 那個分別呢就是 第一他學不到 那個靈開放更容易更快進入神的同在 更強烈,應該說 沒有那麼容易進入神強烈的同在 他可能會感受不到神給他的平安 但是感受不到不代表神沒有跟他在一起 因為當我們親近神,我們這個根據聖經的英訊 神一定親近我們 但是為什麼他感受不到呢? 因為他的靈還沒開通 他還沒懂得怎樣整個心靈愛慕神 所以呢,他沒有開通的時候 有些人祈禱很多年呢 都很少經歷平安喜樂的 因為他的祈禱呢 只是說話給神聽 就是神啊我有很多問題 我很多煩惱 那一直說的時候 心裡面都會有很多煩惱 那他會少經歷聖靈的臨在的 他會少感受到的 應該說 他會少感受到 其實神有跟他在一起 但是神跟他在一起呢 也都有一個限度 那為什麼有一個限度呢? 因為他注目在他的問題 他注目在他的問題呢 他就會少感受到神的平安、喜樂、力量 其實神是想給他的 不過因為他的信心 他跟神的關係不是很強 他很多時候注目他的問題 所以呢 他經歷神是比較少 我再解釋一次 就是說 神跟他在一起 不過他經歷神少 經歷神的意思呢 就是經歷到神的平安喜樂 興省、愛、能力、激勵 那麼呢 其實神想感動他激勵他 不過因為他注目在問題 或者他都沒有時間投入到 他沒有時間投入到去愛慕神 開放他的靈 於是他經歷聖靈是很少 他經歷神的平安是很少 但是神依然有跟他在一起 就是說神跟他在一起 不代表他一定經歷很多 因為就是因為人的靈不開放 所以很多人呢 他都沒有覺得 我一親的神 神的平安喜樂會離譜的 第一他的靈不開放 他注目在問題上 所以他很少 很少經歷到神的強烈的動作 他有時候可能會經歷到平安 但是呢那個同在是不強烈的 那這個問題呢 就是在於他那個靈未夠開放 就不是神沒有找他 這一點很重要 神有找他 神去幫他 不過因為他的心門 還未懂得打開 這個用心靈祈禱的意思是什麼呢 整個人的思想 思想意志感情就是我們的魂 我們的魂包括思想意志感情 整個思想認同神是最好的 跟從神是最好的 意志決意跟從神 和感情跟神建立 感情這個就是魂了 然後靈就是凡在我裏面的 整個人傳言的 整個裏面全部向神去開放愛慕神 那他的心靈就開放了 就好像他心有道門打開了 那神就很容易進入他裏面 在他生命裏面做功 神就可以很強烈進入他心裏面做功了 那這個人就會容易經歷聖靈了 但是有些人因為他煩惱 他是有神的同在 因為他信耶穌嘛 他有親近神嘛 不過他親近神不夠投入 或者時間不多 那時間多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幫人一路逐漸進入神的同在 幫他能夠安靜下來 幫他能夠是經歷到神的平安 興省更多 幫他放下一些煩惱 那他就會更加容易經歷神的 就是說第一是學到心靈的敬拜 第二呢 就是長時間呢 會幫人慢慢進入到更強烈的神的同在 所以很多人呢 他們是因為他不懂得用心靈的討告 只是說很多事情 我兒子有什麼事 我老公有什麼事 我公司有什麼事 我教會有什麼事 在那裡講講講講講 講很多事情給神聽 那麼那個問題 不是神不聽他 是他太注目在這個問題 變成他很難得到幫助 這樣的時候呢 他是很難得到平安喜樂的 也都因為他 他會想掛著這些問題 那他就覺得神跟他遠 但是其實神 不是跟他很遠的 因為他親近神 神是跟他在一起 不過他沒有去到那個程度去經歷到聖能 他沒有去到那個程度 能夠隨時經歷神的平安 興省喜樂呀愛呀這些 他未能夠隨時經歷到 所以他就覺得神很遠 但是如果他有信心 他就說 我一悔改信靠耶穌 我一尋求耶穌 我一感激耶穌 耶穌就在跟我一起的了 耶穌就陪著我了 他有這個信心呢 就算他祈禱時間不夠長 他都會 他的信心會令到他的心開放 和幫他經歷更多的 所以在親近神上呢 他的信心很重要 好了 那我又再說回去 譬如 一個人 他有真心地祈禱 他祈禱時間不夠多 就是我所說的 祈禱時間不夠多 神都跟他在一起 那跟一個 祈禱時間多的人有什麼分別呢 那分別就是一個祈禱時間多的人 他會慢慢容易更加進入 他更加容易放下他的煩惱 放下他的擔心的東西 更加個心能夠學習 專注 他越多祈禱呢 他就越學到專注 他越學到專注呢 他就越更加容易經歷神 就是說一個人 就算他的心靈開放還沒夠多 但是他用長時間親近神呢 他的靈會逐漸學到開放多些 他就會開放多些呢 他就會經歷神更多 也都有神更強烈的同在 聖經很清楚有講到神強烈的同在 這個觀念的 在初期教會 《少男人傳》第四章 講到他們呢 天天行徹的 在殿裡和家中抹餅 時事一起祈禱 就這樣呢 就主和他們一起 就主張得救的人 天天加給他們 就是他們一起祈禱的時候呢 神的同作是加強的 就是聖經是很清楚講到這件事情的 那聖經也都講到呢 在《撒母義記》上10章和19章 講到撒母義那幫先知門徒呢 他們一起去親近神 更長的時間的時候呢 他們是有很強烈神的同在 他們都受感說話 其實在漁民呢 是說漁言 他們都受感說話 掃到他們當中 馬上就受感說話 那就是神的強烈同在 聖經是有講這個強烈的同在 那強烈的同在 一方面就是人懂得用心靈誠實敬拜 第二呢就是用長時間敬拜的時候呢 他就能夠進入到神的強烈的同在 那所以我講回總括 我想剛剛所講的訊息是什麼呢 就算這個人親近神少 就算他還是有些問題未處理到 只要他一親近神 他說神啊我需要求你卸臉我 很重要是需要求主卸臉的 求主卸臉我叫我憎恨這些罪 叫我真心悔改離開這些罪 求主跟我一起 我多謝天父讚美天父 即使祂的祈禱不夠長 神依然跟祂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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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祝福祂 是很難的 其實呢 這個是一個信心的問題 因為祂覺得祂小祈禱 那祂又經歷不了 所以祂就覺得神很遠 還有祂注目在問題 祂說我的問題都得不到解決 所以神跟我很遠 那這個是祂的信心的問題 信心我的定義就是說 祂不信聖經應許 不信聖經應許就是信心問題 祂不信聖經應許說 我們親近神 神一定親近我們 我們愛神 神一定喜悅我們 和將我們人心想都想不到的恩典 賜給我們 那所以就算一個人 親近神少 在這段時間呢 祂用的時間未是這麼長 不代表呢 祂就是神 就是祂和神的關係呢 是很遠很遠的 不代表是很遠 雖然祂可以更加強烈 神的同在是可以更加強烈 但是不代表神沒有和祂一起 和不代表神離開祂 但有些人真的以為是這樣的 他真的以為我現在祈禱少了 我和神關係不好 其實這個是多些是他信心的問題 所以我鼓勵大家 第一 一親近神 神現在很歡喜了 這個是信心 神現在很歡喜 那一天 怎麼會啊 我這麼少祈禱 神怎麼會很喜歡啊 神不會很喜歡的啊 因為他看到他的軟弱 因為他看到他的軟弱 就是他小祈禱 所以他就覺得呢 哎 神也是不會很喜歡的了 那這個是他的信心的問題 就是他覺得我祈禱不夠 所以神和我同在不夠 那我鼓勵人是怎樣呢 就算我們祈禱少 我們都說 我一親近神 神就歡喜了 神就和我一起了 神就加力給我了 我求主赦免祂一定赦免我 我親近祂一定歡喜的 一定祝福我的 有這個信心 我們能夠有幾長時間祈禱 就越好 越投入越好 而且也可以使用很多 很多浪費了的時間 譬如呢 拆牙 洗澡 去洗手間 坐車 煮飯 洗碗 這些時間是全部可以用來讚美神的 就是除了說我們專心親近神的時間 我們就會說 任何時間我親近神 都是對我有益處 神就會加強他和我一起 他的同在 他就會加力給我 所以任何一個人覺得神疏遠 或者我們幫人 一方面我們幫自己 第二幫人 有些人說 哎呀我現在和神關係不好 我現在沒什麼時間祈禱 我覺得神很遠很遠 他覺得神很遠 這個覺得 不代表神很遠 當然他不是很近 他不是代表他很近 不過他 他有祈禱 他不是很遠 不過很多人就以為我小祈禱 就很遠很遠 其實當他真心求神 赦免他 真心我想親近神 就算他的祈禱是短 神依然和他一起 不過那個同在是 還未是很強烈的 當他有信心 我一親近神 神就歡喜 他就知道神的同在其實是有的 不過當然那個程度 就是我們有幾頭油就越加強 越有信心 相信神是祝福著我們 愛著我們 所以我有這個互動的討告 就是我一祈禱我馬上深信 神一定回應 神一定歡喜 就算我們有些時間 是短的祈禱 神都會歡喜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專注祈禱 更長的時間 有信心 經常都相信神祈禱我們 這樣呢 我們就永遠都不說 我現在靈性低潮 有些人很喜歡說我靈性低潮的 OK 那有些人很容易就說自己靈性低潮 就是自己祈禱少 又覺得有些問題 那我的回應就是怎樣呢 我們一親近神 我們馬上說神就和我一起 我不是低潮 我可能感受不到神的同在 不代表是低潮的 那神都和我一起祝福我 幫著我的 那另外一方面有些人就是怎樣呢 他是很多煩惱 所以他覺得靈性低潮 那其實煩惱呢 是可以處理的 是怎樣處理呢 神是在愛我的 幫著我的 我不需要煩惱 我不需要擔心 我不需要憂慮 我不需要想一些不好的東西 覺得神很遠 是不需要這樣想法的 當人這樣想法的時候呢 他就算和神關係不是很差 他就變得很差 因為他覺得很差 所以呢 就是我們不要說 哎呀我現在靈性低潮 我一親近神 雖然我軟弱 神都幫我的 那我有什麼軟弱 我就知道軟弱的破壞性 我就刻意處理 我就深信神在愛我 我親近神 我知道神一定幫我 所以我不需要為這些事情擔心 我不需要擔心人的問題 不需要經常記住 那些人說的傷害的話 我不需要計較他對我不好 我不需要想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不需要覺得環境很差 所以呢 我就很慘了 不需要想這些事情的 就是我放手 我知道神是掌權的 掌管一切的 那我任何時間 都不會說我現在是靈性的低潮 任何時間都是說 我雖然有軟弱 但是我親近神 神就在喜悅 神在幫我 那我也可以刻意的 提升跟神的關係 怎樣刻意呢 就是用心靈誠實勁快 真心感激神 一日很多時間 其實我們可以用來親近神 就算那個人 他專注親近神的時間不多 那我鼓勵人多些親近神的時間 那如果他真的不夠多的話 他都用那些行路乘車 煮飯洗碗那些時間 讚美神感謝天父 他一樣跟神的關係 當然是可以加強的 當然最好有專注的時刻 但他就算沒有專注的時刻 他可以同時做另一件事 一路全心 很歡喜的感激神 他都不會在這個靈性的低潮 他會有力量 還有專注信靠神的恩典 就放下煩惱重膽 那他就不會進入這個靈性低潮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 關於這個信心 我所講到這個信心 還有呢 覺得跟神關係不好 或者靈性低潮這些問題 有沒有人想問呢 或者有意見 譬如你說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有些人可能覺得 是不是這麼容易呢 這樣 首先大家可以表達一下 你明白不明白我所講的觀念 那你可以出聲說 你也可以舉手說 就是我明白的意思 不是問問題 問問題 你自然開聲就可以了 你不明白的 那你就在一個 在一個 Zoom那裏 你就舉手 我知道你明白 牧師 我想問一下 如果要 即是怎樣 跟一個 很長期負面的人 談 那他自己呢 都知道 其實都不止一個 我發現我身邊都有兩 好幾個 那他們都自己知道 跟神的連結斷了 那我也都有 跟他們祈禱 有陪他 就是 聆聽的一個陪祭 現在用電話 那 那 但是呢 他們都 知道自己對神的信心是沒有的 那 我也都有說過 一親人神時 就歡喜這些神的應許 但他們都是做不到的 那應該要怎樣處理 這樣的情況呢 就應該用 跟他看聖經 就 第一 由他的信仰基礎 他信不信聖經是神的說話 他是不是需要一些證據 讓他知道聖經是神的說話 所以神是可信的 第二 他對於聖經的應許 第一 他信不信神是真 第二 他信不信神答應的事是真的 那 怎樣建立他呢 你有沒有試過親近神 試過 親近神經歷到平安喜樂 興省 他有試過 就是說神是會做事的 那就是神會照他的應許做事 那就是建立他 對神的應許的信心 譬如他說我沒有 我沒有經歷過 那他可不可以信任一些弟兄姊妹 那些人真的不是說謊的 他們真的有經歷 那他沒有經歷 譬如你說你幫他A軍 A軍沒有經歷 但是他周圍很多人經歷 那難道每個人都說謊嗎 那就是那些人經歷到 那他經歷不到呢 不要緊 就是他可以找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最重要就是 神答應了他會做 不過呢 是問題我們有沒有用心靈誠實 還有我們是否背著煩惱重担 那他知道原來人都可以經歷到的 那他雖然未經歷得多 他都可以學習 慢慢去處理生命了 那他但未做到那個階段的時候 雖然他未經歷到 他都對神有信心 就是他祈禱有信心 就是跟他查聖經 聖經說了的 神答應的事情 他是不是真的會做呢 你信神 這個神是不是一個 照著他應許做事的神呢 你親近神 神就親近你 這個東西 這個應許是不是正確的呢 神會不會跟我們一起呢 那 還有呢 神會將平安喜樂 興灑那些賜給我們聖靈的果子 就是人愛喜樂和平 那 人是可以經歷這些的 你可不可以相信 你可以逐步經歷到這些呢 那這個是第一句 從聖經的信念 那第二呢 就是幫他處理生命了 那他處理生命可能 譬如我 假設他有100%的問題 我不是說他一定的問題很大 總之他 他100%的問題 他開始處理1% 百分之1 都已經是進步的 那我們讚他了 你可不可以今天 譬如說有些人罵你 第一今天沒有罵 有時候人很有趣的 今天沒有罵的 這個星期都沒有罵 不過上個星期或者上個月罵過 所以他今天到現在都不開心 那他今天都沒有罵 那就不要再想上個月了 之前的東西 或者他真的有今天有罵 那但是現在沒有罵了 不是現在分分鐘都罵的 是不是 其實有時候 有些人被人罵 不是分分鐘都罵的 就是說 跟他拆解 有個人罵過一次 是不是需要繼續這樣想呢 他稍為開始說 我不需要介意 那我就 想他的不好的東西 就是說 想著那些垃圾 就一定給垃圾影響 我就想著好的東西 任何人都有好的和不好的東西 每個人都有 都有他的好的一面 那他想好的一面 想到神應許的東西 他可以去到天堂 神的聖靈和他一起感動 悔改之罪 真心信耶穌一定有悔改之罪 這個事情他一定有經歷的 聖靈來到叫我們為罪為義 為審判自己 他可以去到天堂 如果真信耶穌是會有的 他有自己責備自己 就是說聖靈沒有離開他 神依然跟他有關係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神都會繼續幫他 有更多平安喜樂 幫他逐步逐步 建立他對神的信心 尤其是基礎的 兩個經文 一個就是《約翰福音》十六章八節 就是他既來料 就叫人為罪為義 為審判自己 責備自己 第二就是《哥林多》前書十二章三節 那裡講到 如果不是聖靈的感動 沒有人稱耶穌為主 那你會稱耶穌為主 和你會知罪 就證明聖靈在你心中 神與你不是很遠 神想幫你 那你就算這些問題 你一百樣問題 你可不可以今天嘗試處理一樣 放低一點 你放低一點 就讚一下自己 我一進步神就歡喜了 那我的心都會平安起來 就是我覺得 是 讓他知道 他少許進步神已經歡喜了 還有 是 無論如何都需要他處理 有些人就不是的 他經常都是依靠 心靈醫生 找一下心靈醫生 找一下輔導 找一下吃藥物 總是依靠外來的力量 外來的力量 是不會徹底幫助人的問題 始終要去回他自己的 那麼他自己肯 開始刻意 不去想這些人 其實那些人害不到他的 那些人 不是這麼厲害 不是這麼大有能力的 他不用這麼想 他也有時候 因為他絕不安全 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那個人罵他 蠢啊 更加沒有價值 但是其實他有價值的 那他可不可以相信 他有些少的價值 慢慢建立更多的價值 其實我是重要的 我是寶貴的 不過可能他沒有信了 信些少啦 至少你懂得煮飯 這個有價值啦 至少我懂得 照顧我的身體 或者有些事情我做得到的 我有這些的價值 那我就可以 慢慢加強 相信 神真的在我生命中有其餘的計劃 那我就覺得是 逐步逐步提升 他對神的信心 對聖經的應許 和親近神 怎樣親近神 其實他真心呼喊神 神啊我需要你 耶穌啊我需要你 就是這種祈禱 就不同 神啊我很慘啊 那種不同那種的 神啊我需要你 神是很喜歡聽到這句話的 我很需要你 我沒有你不行的 我真的要拔著你啊我喜歡你啊 這些神就會歡喜神 就會做功的 就是一種關係式的祈禱啦 還有放下煩惱 他稍微進步就讚他 也都叫他讚自己 那他的心就會平安起落了 他就會進步了 ok 我有沒有回應你的問題 都有 有一個呢我都叫他讚自己的 那但是呢他自己呢 就說 嘖啊做到這些有這麼厲害 就是突然間就會有負面思想 就是他不是挑戰我 他是說他一這樣想呢 就會馬上想 除了下到床刷牙 有多厲害呢 就是他之前是 連下床刷牙都沒有動力 但是他下到床刷牙 那你都可以讚他自己啊 然後他說 嗯 那又有些什麼值得賺 很少東西 但是他之前就是 覺得很大的事 是嗎 就是這樣 是 是 那你就跟他說 你比較以前是否進步了 那我在青春生性本書都有提到的 進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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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日就100% 那你進步了一點 你就會下床 那已經是 很好的了 雖然有些人來講 是一些問題都沒有 下床是沒有問題 不過在你來講 你應該很大的進步 那 那你就是讚這個 你進步的地方 那你進步了一步 那你將來就進步第二步 那當然 這個就是他在乎 他這樣相信 因為有些人 總是相信 總是覺得自己 永遠都是沒有用的 永遠都是蠢才 永遠都是沒有用的 永遠是神都不會看起他的 因為他選擇信念 那但是我們告訴他 聖經說了這樣 你可不可以念一些金句 念 我們是被挑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 屬神的子民 那就是聖經講的說話 還有呢 神是時時的 他的慈愛必不離開我們的 小聖經是講了這麼多說話 而我們也都經歷到聖靈 提醒我們之罪 那所以我們知道 神是沒有放下我們的 那這個都是他選擇 去選擇去相信的時候 他一點點進步 那你就說 讚自己呢 你就有力量走下一步 你不讚自己 你就覺得自己還是很辛苦 但這個就是負面思想 和正面思想的分別 那你以為 或者寫個 寫些文字 或者整個圖給他 看看 這個人 他有進步 但是他不讚自己 我用一個例子 那些參加球賽的人 其實有很多是 有抑鬱症的 就是那些 那些 那些 professional 職業 比賽的人 有時候的壓力很大的 壓力很大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要贏 那他輸的時候 又覺得很慘 那他 譬如他已經 打得很好 譬如他打到80% 他就說 哎呀我還欠20% 不夠好 那他就會很 辛苦 但是他說我已經打到80% 我可以再進步的 81 82 83 那樣上去的 那他就會正面了 那些這麼厲害的人 都需要這種 正面的思維 為什麼這麼多明星會自殺呢 就是因為他曾經被人很大的接納 跟著他沒有被人接納的時候 他就很傷心 就是他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想好的 但是他就慢慢想 現在那些人沒有那麼喜歡我了 那他就會覺得很大問題了 那他甚至憂鬱到想自殺的 就是這樣 OK 還有沒有問題 謝謝牧師 好 麻煩 還有沒有問題想問 嚴牧師 我想問呢 平時你是不是 譬如 就算在洗碗 或者在走路 就是都有祈禱 就是無論開聲或者不開聲 但是上帝 會不會覺得 好像不太尊重他在做其他事情的時候 就是跟他溝通 就是會不會這樣的 聖經有記載 就是耶利米先知 他在黃面前 他就黃就見到他面帶愁容 跟著他立刻祈禱 他立刻默討 那這個就是講到 其實他當時在神在他黃面前 他是在做另一件事 就是神是不介意我們做另一件事 他去祈禱 但是神也都祈禱 我們有些時間是專注祈禱的 但是其實我們做其他事情祈禱 神也是祈禱的 就是這個 因為聖經沒有說到 你一定要做其他事情的時候 你不可以祈禱的 就是 所以這個我們不要給自己的壓力 就是 我親近神 神就祈禱了這樣 但是緊急的時候 當然是可以理解到 就是難道你現在的車撞過來 那你都 當然是立刻祈禱的 是不是 就是很憑慮 但是如果平日這樣 因為 因為有時候我都有這個想法 好像你這樣想 有時候都 有過空蕩時間 其實都可以不要浪費了 但是有時候我會想 哇 人家好像又不是很尊重 其實這個是很不必要的擔心來的 就是 因為神 總之著重我們的心靈去感激祂 祂就歡喜了 你無論在做什麼 你一想到神這麼好感激你 我真心感激你 我們在做其他事情都可以很真心的 很真心感激神的 你在這裡祈禱的門 神啊你真的好啊 你真的很好啊 我們可以這樣的 譬如我講到 我很多時候在講到 我一直去感激神的 那 神會說 你又講到 你又在這裡感激神 就是神會說我們 喂你現在又在這裡 在做另一件事 你又在這裡祈禱 就是這件事不是錯的 所以呢 我就覺得你 放下這個這樣的控訴 因為這個控訴就會令到你覺得 第一浪費了很多時間 有很多時間 其實我們可以在這裡親近神的 是浪費了一些時間 第二是加深一些無需要的壓力 和內疚 而一個人想保持聖靈充滿 是盡量是真的一天 盡量長時間祈禱的 那沒有什麼人是 什麼都不做 只是專注祈禱的嘛 那所以一定是我們善用 我們有些時候在做其他事情的時候都在這裡親近神 所以我覺得 從聖經沒有一句說話是說到 你做其他事情的時候 你不可以親近神 還有你也都沒有 總之說到就是我們真心去親近神的時候 神一定會歡喜的 所以我覺得不用擔心這件事 這個意念要把它清除 這個意念裡面就說什麼呢 我真心親近神 神很歡喜的 強烈這個意念 就不要說我不尊重 但是我們都同時我們有專注的時刻去親近神 黑了眼睛是有幫助的 是會更加投入的 但是在我們走路啊 搭車啊 駕駛車啊 一定要開眼睛 那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在乎心靈而已 是的 還有是不是說不說出聲都可以的 是啊 是個心靈喜悅神 那個心靈喜悅神 我自己來說 譬如我 有個方法我知道神的同在站 譬如我為人祈禱 那些人會經歷聖靈 那我有時 我有時呢 就開眼 就是我看一下那個人的反應 還有我看一下周圍的情況 那我跟著同時為那個人祈禱 我又可以的時候 我都會吸盲眼睛 有時呢 我開眼睛和祈禱的 另外呢 就是有時呢 我會這樣的 另外呢 有時呢 我就是 就是在 我有幫人在這裏 我在回答一個人的問題 譬如有些人說 為什麽這些人經歷聖靈啊 但我手一直回答一個人 就是要祈禱啊 那他一直問問題 他問問題的時候 我不需要很專注聽 我大約知道他說什麽 我聽著他說什麽 但我可以很專注投入愛人 那個被按手 我覺得他就很強烈經歷聖靈 但我同時是在做另一件事的 有時我甚至在回答人的問題 但我可以投入地愛神 那這個就是 我們可以學到 可以學到 在做其他事情都可以專注愛神 這個是可以 當然 那個專注不及於 是完全沒有東西做的專注 但是呢 譬如可以去到 90%的專注都非常好的了 就是做另一件事 但是我可以90%專注祈禱 親近神已經很好的 那這個是我們可以學習 那變成我們很多時間都可以用了 譬如我跟別人聊天 很多時候我都在跟耶穌在愛神 我不是那些 誤性的說話 不是一直說 阿神啊你幫他 阿神啊我應該說什麼 我不是這種的 我是一種心靈的 歡喜神啊 感激神啊 這樣 是不是就是那個心 當時 就是你說 跟人在聊天 或者在說道 就是你的心 想著愛慕神 這件事 就是那個腦 在想著這樣 我不是只是想著愛慕神 我是愛慕神 正在愛慕神 正在歡喜神 譬如說有時候呢 但是你還是意志 就是當時 就是那個腦在想著 就是你說你在說道 或者你在跟別人聊天 跟別人聊天 那你現在 不會同時間 可以說到 阿神很愛你 不是的 不是言語的 那是什麼 是那個靈湧出來的 是那個靈喜悅 這個是需要多做 讓你做慣了 那你分辨到什麼時候 可以 就是那個靈的討告 而不用言語的 那 就 因為我初期經歷聖靈的時候 有一樣好的地方 就是我會感受到震 我現在都有的 不過我 我可以 絕對控制的 那我起初的時候 我覺得很好的 我一會回家 我試一下 首先祈禱的時候 就是有震 那我就試一下 叫耶穌 耶穌 我馬上就震 我現在一說 我現在馬上都起落 就是震 那 那 那我就 一叫 哇 馬上有反應 哇 真是好 那我就 一路 做不同的事情 就是試一下怎樣 就個心 喜歡神 立刻一樣有同樣的反應 就發覺原來 不用一定要用說話的 是個靈喜悦神呢 那個靈歸向神 湧向神都可以的 那你做一下 你就會做到 隨時的心歸向神 隨時的心 歡喜神 神就已經淋在了 那這個是很有幫助 我給個字呢 用科學的字眼 就是biofeedback 什麼叫biofeedback bio就是生物上的 feedback就是回應 就是說我做一件事的時候 我身體會有些回應 就是我身體感受到神的同在 這個biofeedback是怎樣用的呢 就是譬如有些人呢 駁一架機 駁到腦子那裏 頭那裏 那當他放鬆的時候 那個心就會一路 譬如降低一路降低 他一路放鬆 他一路降低一路降低 那他就知道他自己呢 現在呢 是放鬆著了 這個就是一種biofeedback 就是他身體的反應 告訴他他他在做什麼 那我就用這件事呢 就形容在親近神了 當我一親近神 我會即時感受到神的臨在 帶來的力量和改變 我就知道神在跟我一起 那我就 就好像biofeedback那樣 我即時感受到他的同在 我就知道神的同在是加強的 當我這樣做 那我這樣做 做慣了的時候呢 我就隨時一 就是我做慣了 怎樣叫做 歡喜神 感激神 愛慕神 靈湧向神 我做慣了這些事的時候 我隨時都可以做到 就是我初期那時候呢 我有時是要摸索的 但我現在做慣了 我是隨時隨地 任何時間 我可以說話的時候呢 我現在一邊說 一邊做 即時你見到我一邊 立刻起落就湧出來的了 那這個是我們可以學到的東西 那你多親近神 喜歡神 其實很接近靈的討估就是喜歡神 就是歡喜神 想到神真的很悶 就是神你真是好 神你真是好 我真是喜歡到你發燒 喜歡到你不得了 你這樣做呢 你就越來越容易經歷到的 喜歡神已經是一種祈禱 就是以神為樂 喜悅神 OK 但是就不是腦子在想喜歡神 還是用個靈去 是的 在心靈發出 我用個例子 我用個例子很簡單 就是用個心靈發出 我用個例子 我用個例子你會明白的了 如果你很喜歡吃雪糕 當你見到人拿著雪糕的時候 你不用想一想 這個是雪糕來的 哎呀我要開心的 不用經過腦的 你一見到雪糕 你立刻在裡面喜歡 如果你喜歡吃雪糕的話 你的意思是一樣的 就是說 好似另一個例子 你見到一個很久沒見的朋友 忽然間出現 你不用腦子去想 你即時那個 自然那個 情感的反應 情感的反應是怎樣的呢 就是被人罵 立刻有情感的反應 就很激氣了 開心順利 立刻心會開心出來 這個是情感的反應 即時有一個情感的反應 就是你見到一個喜歡的人 或者很久沒見的人 你會即時有一種情感的反應 那如果我們學到 對神都有這種情感 就會隨時隨地 都可以對神有情感的反應 雖然我們看不到耶穌 也都不需要想他的樣子 但當我一想到耶穌 我已經喜歡到他發燒了 那這個就是 我們能夠一想到耶穌 立刻喜歡他 那這個就不用經過思想 神啊你做了什麼 所以我感謝你 不需要再想的 即時都是 我一想到神就已經 即是想到神 就會歡喜了 那我用一個例子 另一個例子 就是有一個人 剛剛在熱戀中 就是譬如有人 一提他女朋友的名字 或者他一看到那張照片 看到那個女朋友 他不用去想的 他即時就會歡喜開心的 就是同樣的意思了 那你嘗試這樣做法 就是說感激神去到那個程度 我隨時一想到神 我就已經歡喜了 那你就會慢慢進入這個靈的討告 好啊明白 謝謝你 老師我一個 不知道對不對 我以前我是習慣了 我很多時候 就是自己在認識你之前 我已經做的就是 很多時候 我一直在散步啊 走著路啊 我其實一路就會在那裡祈禱的 就是很多時候 我會念主禱文啊 就是一直會這樣做的 那所以剛才你在說 那件事的時間 其實你在說話 其實我一直在祈禱的 就是變成 也都是 就是剛剛今天我才看到 原來那個喜樂 原來是神比的 就是不是說我們的喜樂 和我們開心化樂 是不同的 而那個喜樂 是真的要原子神 就是 神就是喜樂的全員 就是我 這個是我自己的領悟 不知道是不是 對啊 是啊非常好啊 那你先說到 你就用主禱文 這個是好的 那我覺得呢 能夠用靈的討告 會更加好 主禱文都可以用靈的討告 譬如這樣 你不是逐句逐句念 只是一句 譬如我們在天上的父 那你就 哇 你真是好了 天父你真是好了 是我爸爸 就是 在一句 停留一句 原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啊 原來個個都歡理你 個個都歡理你 我又歡理你 我尊重你 你的名是聖的 就是 不用用字的 只是想到 神的名是聖的 啊 很尊重神 這樣呢 你逐句逐句入 是好過 一路這樣念來的 哈利路亞 明白 大家可以試一下這樣 是 我是評審 那我以前就是 那時候沒有做事 那就多些時間在家 去祈禱 親近神呢 我就很享受 因為是 我有時會用過幾小時 時間 來祈禱 當我要上班 沒有時間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好像 欠了很多東西 那時候跟你說 你就提我 因為不教信心 當我去調整心態 對神有了信心的時候 我現在做事 真的忙了很多 真的抄不出那麼多時間 用過幾個時間去安靜 但是呢 我發覺 對神的信心大了的時候 是反而 就是那個狀態是好很多 也都很喜樂的 裡面 我一唱詩讚美神 我就算是 唱一陣也好 就是因為不夠時間 安靜 唱一陣也好 那我的喜樂都是湧出來的 就是在家裡都是這樣笑的 就是個人很輕鬆 就是從來沒有 以前沒有試過有一張 這麼輕鬆的感覺 就是個人是整個人都很舒服的 就是不用要限定自己 哎呀 我要 讀多少聖經啊 我要用多少時間去 去親近神啊 我才覺得得到力量啊 這樣 現在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現在很棒啊 我覺得很舒服 就是神的靈在我心裡 就是我 正如你所說 真的用心去歡喜神 去親近神 無論我走路啊 或者煮飯啊 我都會唱一首歌啊 這樣個人呢 更加輕鬆 更加開心 就是心裡的靈很著弱啊 很喜樂啊 我現在 我現在 我真是 不知道怎樣去感謝神 他給我一個這麼好的狀態 這麼輕鬆 這麼喜樂啊 以前從來沒有的 很感恩 感謝神 這個就是我所講的 講的這種 隨時隨地的親近神 怎樣幫到我們 能夠善用很多時間 本來其實那些時間 是可以善用來到親近神的 那當然也都同時呢 就是我們有專注的時刻 是更加有幫助 還有專注的時刻 也都可以呢 尤其在等候神 就是等候神的感動帶領那些呢 通常是專注的時刻 比較容易達到的 那這個 就是我們一方面就善用任何時間 那而 我們等候神和專注的時刻呢 我們都 我希望大家有一個觀念 是怎樣的觀念呢 一個觀念呢 就是說 我們 有一個時間 是去親近神的時間 就不做其他事情的時間 但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有些時間我用的時候 都可以有一個高度的等候神 和愛慕神 我給例子說 他們在乘車的車程很長的 其實我們可以坐在那裡 瞎著眼 是完全不理會外界發生什麼事 那甚至可以 就是總之用什麼方法 提醒自己 或者鬧鐘 大約我幾點鐘就會到達的了 我就鬧鐘響 我就才去留意周圍發生的事 在那一陣 在那個車上 都可以善用這個時間 去專注 或者走路 走路的時候 雖然我們同時 要眼睛看著那條路 來走 但是那個心呢 很喜悅神 那個專注的程度 一走路 本身不用我腦去想的嘛 是可以去到很高的層次的 那所以我都希望大家呢 是善用這個時間 將它變為專注的時刻 那這個是可以幫到我們 同神的關係加強的 那有很多時刻 我們都可以很專注的 譬如在洗澡 那些時間是可以很專注 就是你不用很小心地去洗澡的嘛 那你看到一路洗澡的時候 一路的心很專注 愛慕神 都是一些專注的時刻來的 葉慕師 我有問題想問 是 今天你講那個醫治 醫病的因此 就是怎樣開始操練 又怎樣的身體呢 才可以做到容易做到 那第一就是相信 聖經說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還有呢 因他受的鞭傷 我們都要醫治神 神是有這個能力去醫治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相信這件事 我們就 深信神很愛那個人 神很想祝福那個人 就是為他祈禱的時候 我們很深信 神很想祝福他 這個信心就是會帶來 就是更加神更加容易做工 信心就好像什麼呢 打開我們的心門 聖靈就能夠更強烈的臨載 進入我們心中做工 來做他想做的事 一個人沒有信心的時候 譬如他一路祈禱 為人祈禱 他一路就擔心 也不知道會不會祈禱的 不知道他能不能醫治的 不知道他怎樣的 那他一路擔心的時候 他的心是不開放的 變成聖靈很難透過他祝福那個人 那所以我們就是相信 神會照著他的心去做 神是想祝福人的 我們都幫這個人 投入相信神是想祝福他的 於是他就投入去相信 神現在在祝福我 那為什麼相信呢 其實不一定相信神醫治 而是相信神現在在愛我 就是這樣想著神都會醫治的 神現在在愛我 神想祝福我 神陪著我 多謝耶穌神跟我一起 所以我為人祈禱 我就不是慢慢說 神啊你醫著什麼病 什麼病 神啊現在你和我們一起 多謝你啊 神你真好啊 神你真好啊 你陪伴我們 你看重我們 多謝主啊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阿里路亞 我是這樣去為人祈禱的 這個就是我們學習 相信神的尾線 這樣的時候 神的工作更加強烈 我很多時候祈禱為人祈禱 我都不知道他有什麼問題 跟著他自己說好 OK 而逐漸 總之 其實這些可以進步的 就是更加相信神的恩典 注目在神 就不是注目在他得不得醫治 還有不是注目在自己有沒有能力 OK 那你也都可以操練 操練找人去操練和祈禱 那之後呢 問回祈禱的時候有沒有什麼感受 他就覺得舒服了 這個已經可以是開始醫治的 他身體舒服了已經可以開始醫治 OK好 剛剛有人想說話 是的 牧師 我是想分享 我不知道 就是我一直是 因為經文有一句 你是一切事都是會上帝做的 那變成就是 我是在用這個意念就是 無論做什麼 當然我現在也都是 會希望做的事情是對的 但是我現在是 心念裡告訴自己 我一切 甚至連呼吸 都是為主而呼吸 為主而活 就是這個觀念 對不對 好 OK 好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是不是經常有一句話 就是說 你做所有的事 你們都可以為主而做 就是 你永遠先 兩邊的事 我就是用這個觀念 我是想確認 確認 OK 好 這個是好的 為主而做 和 信靠神的愛 是兩樣不同的事情 就是兩樣都做 一個是信靠神在愛我們 也都愛武神 這個就是跟他關係 為主而做就是行動 就是我現在為神而做這些事情 那是兩樣不同的事情 就是有些人會這樣說 有些人會這樣說 有些人會說 敬拜什麼呢 敬拜我就整天去幫人 這個其實是有些錯誤的 整天幫人都是敬拜之一來的 不過這個不是主要的成分 主要成分是 真的感激神 敬拜他 愛武他 這個跟神關係先 先到行動 就是兩樣分開 對神的感激和愛武 親近他 和為神而做工作 是第二樣 是另一樣的 而兩樣比較 第一樣是更加重要先的 先親近神 愛武神 然後我們才有能力去 去做神所吩咐的事 OK 好 還有沒有人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OK 沒有的時候我們就一起祈禱 站起來放鬆個人 深信神的大恩 深信神的大愛 深信神好喜悅我們親近祂 我們真心親近祂 神一定是歡喜的 放鬆個人 你都一感受到神 任何的臨在的跡象 他的平安 興省 遙動 我們都感謝神 歡喜神 也都深信神在愛著我們 祝福著我們 多謝天父 當我們 說話的時候 比如我自己一說 多謝天父 好像靈飛出來 我不是只是口說 多謝天父 好像靈 在口 在心 發出來 向著神 湧去神 那裡 好像從心靈 湧向神 多謝天父 多謝你 感謝你 我們深信 你一定祝福你的兒女 你一定祝福那些信靠你的人 愛你的人 遵從你的人 你一定大大的祝福 我們就深信你的大恩大愛 我們就想到你就歡喜了 我們想到神就歡喜 我們想到神就快樂 我們想到神就輕省 我們沒有淡子 為什麼呢 因為神會照顧我們一切 神會背著我們一切的淡子 所以我們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憂慮 不需要煩惱 凡事順靠 神一定祝福的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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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啊你真美好 神真美好 神你真是完美 真是美好的 神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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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我贊好 神真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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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我贊好 神真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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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我贊好 多謝天父 神你真是美好 神你是最完美的 是完全的完美 我們有你萬事足 有神萬事足 我就可以全心信靠你 專心仰望你 全心感激你 全心仰望你 將整個生命 放在你的手中 聽完你的話 事事喜悅你 神你就必然大大的 詩恩祝福 多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愛 天父的大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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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 我們償在你裡面 你也償在我們裡面 我們就多結果子 我們的整個生命 就流露出神的人愛 喜樂和平 忍耐恩 慈良善信實 溫柔節制 就會滿有你的生命 多謝天父 你真好 神你永遠不會丟下我們 你永遠陪伴我們 你永遠想念我們 苦人焉難忘記 他吃奶的嬰孩 不練習他所生的兒子 即是有忘記 你也不會忘記我們 你時時想著我們 關心我們 你永遠的慈愛 來愛我們 神啊 我們多謝你 哈利路亞 耶穌你真好 哈利路亞 耶穌 哈利路亞 神啊 我們有你真是滿足 我們有你就要一切 耶穌 耶穌 耶穌在我身旁 耶穌 耶穌 在我心中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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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在我身旁 耶穌在我心中 耶穌 耶穌 耶穌在擁抱 主啊 幫助我們親近你 我們整個人放鬆是很有幫助的 放鬆了身體 放鬆了心靈 神啊 我們放鬆了自己 沒有煩惱 沒有重擔 全然的 依靠你 愛慕你 歡喜你 神你一定歡喜 神你一定回應的 噢 當我們放鬆的時候 整個人是覺得很平安 輕鬆舒服 一路愛慕神 神的同在必然加強在我們身上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神你真美好 耶穌 你真美好 神你真美善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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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有神萬事足 求主幫我們整個心靈喜悅你 整個心靈歡喜你 歡喜耶穌 噢 耶穌 耶穌 我歡喜你 耶穌 我歡喜你 耶穌 使人 Caucasus 耶穌 eland cz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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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美天父,感谢天父 主啊,恳求圣灵完全改变我们 充满我们,心打开了给圣灵充满我们 恳求圣灵充满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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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恳求圣灵改变我们 恳求圣灵充满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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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恳求圣灵改变我们 多谢天父,多谢耶稣,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耶稣真好,耶稣真好 主耶稣跟我们一起 主耶稣,我们亲近你,你一定亲近我们 我们可以放心相信 你一定喜悦我们亲近你的 求主更新我们的生命 提升我们的生命 事事感激你,爱你,欢喜你 多谢耶稣,感谢耶稣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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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多谢耶稣 哈,哈,哈,哈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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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